疲惫的克莱恩解除了密封的灵性之强 让夜晚的凉风带着草木的味道吹在了他的脸上 吹得他清醒了几分 他摸缩着掌中温润古典的封印物3 0782 在内心由衷地感叹了一句 谁能想到这梅徽章里竟然融合了一滴神血 估计永恒列扬教会的强者们曾经寻找过 但没有找到 活动了下脖子 克莱恩不敢再尝试别的想法 将变异的太阳圣灰带到了薄风衣的内侧 他顺着链条 掏出有芝曼花纹的银色怀表 趴地按开 看了一眼 发现距离收尸人弗莱来换班还有一个多小时 我的眼皮需要两根火柴来支撑 这就是作死的后遗症啊 克莱恩没有办法 只好从一格格的小暗袋里取出了一个金属小瓶 拔掉筛子 凑到鼻端 薄荷和消毒水混杂在一块的呛人味道迅速钻入了他的鼻子 刺激得他粒粒疙瘩浮现 精神为之一阵 瞬间遗忘了困意 这是他从收尸人弗莱那里学到的配方 叫做克拉格之友 能帮助人对抗腐烂等恶臭味道 兼具提神醒脑的效果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 克莱恩分外煎熬 时不时站起来溜大一圈 好几次被树林里的蚊虫叮咬吸血 终于 他看见高鼻薄唇 黑发蓝眸的弗莱穿着薄风衣 拿着手杖 走出了小镇 虽然对方还是一副冰冷阴沉如同活尸的模样 但克莱恩就像见到了救世主 一边无嘴打了个哈欠 打得眼泪满框 一边迎了上去 从衣物内侧取下封印物3 0782 发生了什么事情 弗莱望着队友苍白难看的脸色 主动询问了一句 克莱恩叹了口气道 我昨晚才直守了查尼斯门 今天上午又睡得不太好 所以现在非常困 他没有多提这件事情 岔开话提道 我是四个小时后来轮换 七个小时 队长半夜不需要睡觉 弗莱接过了变异的太阳盛徽 修仙让人快乐 克莱恩无声诋毁了队长一句 告别弗莱 走向小镇 沿着街道靠近旅馆的途中 他随手又拿出怀表 看了下时间 一 比约定的时间早了快十分钟 真是一个温暖的人啊 克莱恩笑了笑 加快速度 回到旅馆 推开了半眼的大门 在老板审视的目光里走上二楼 进入属于他的房间 锁好门 脱掉外套和鞋子 他没有清洗自己 直接倒了下去 倒在了床上 也就十几秒钟的功夫 他的鼻息先是变重 接着悠长而平稳 睡梦之中 克莱恩回到了地球 面前是他还没有玩到通关的游戏 左边摆放着冰镇可乐和香辣鸡翅 右侧是苦笋肉片汤和米饭 他一直不吃苦笋 但非常喜欢用他做材料加肉片煮成的汤 那汤清爽开胃里又有点油脂的勾人香味 用来泡饭相当完美 再配上一碟好的蘸料 他能比平常多吃整整一碗饭 就在克莱恩准备好好享用夜宵 在疯狂玩下游戏的时候 他梦中的场景一下变化 重新呈现为水仙花街二号的内部格局 克莱恩忽然警觉 清醒地知道自己正在梦中 他看见自己坐在餐桌侧方的位置 手里拿着一份停根日报 面前放着番茄牛尾汤 煎小羊排 土豆泥和燕麦面包等食物 他下意识转头 望向大门位置 猛地看见客厅对应的突渡窗外立着道人影 正静静凝望着房屋里面的人影 克莱恩吓了一跳 旋即认出那是灰眸幽碎的邓恩 他半张脸贴住窗户 无声地看着里面的人 队长 不要在梦里吓人好不好 这就是你扮演梦魇的方式 克莱恩好气又好笑地想着 拿出汤勺 捞了块牛肉 放入口中 嗯 是我的手艺 他暗自感叹一句 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在梦里清醒 为什么地球的场景会瞬间消失 当有人入侵他的梦境时 他就会自然警觉 就在这时 邓恩离开突渡窗位置 直接推开了莫雷蒂家的大门 披着黑色风衣 安静地走到了克莱恩的对面 他摘掉帽子 轻轻汗手 坐了下来 半点也不客气地拿起刀叉和条羹 用极快的速度将桌上的番茄牛尾汤 煎小羊排 土豆泥和燕麦面包等食物吃了个干干净净 克莱恩呆呆愣愣地看着 弄不清楚队长究竟想做什么 呼 邓恩满足地吐了口气 对克莱恩竖了下拇指 然后拿出烟斗和火柴 陶醉地来了一口 吐出烟云 他站起身 拿上帽子 老派但稳重地行了一礼 迈步离开了莫雷蒂家 离开了这片梦境 克莱恩望着队长的背影 好半天都没能回过神来 他低头看了看空调的盘子 下意识想要再现刚才的食物 但是 这一次 不管番茄牛尾汤 还是煎小羊排 土豆泥 都没能继续出现于他的梦中 被彻底吞食了 这就是梦魇的能力 克莱恩嘴角抽动了一下 无奈地想到 所以 队长的目的就是让我在梦里都吃不到夜宵 这还真是噩梦啊 这梦魇扮演得真有创意 他失笑一声 退出梦境 重新再睡 第二天凌晨五点半 不得不早起的克莱恩喝了咖啡 吃了吐司和培根 匆匆忙忙前往小镇外替换了邓恩 七点 他们准时启程往亭根市区返回 不到十点 他们抵达了佐特兰街36号 由精神抖擞的邓恩将封印物3 0782放回查尼斯门后 弗莱则坐到机械打字机前 在文职人员还没到位的情况下 亲自书写昨天的任务报告和相应消耗的报销申请 克莱恩旁观了一阵 满意地看见自己用掉的所有材料都被列入了清单 这包括他用来驱闻驱虫的部分 他没有立刻回家 因为已经用写暗号信的方式约好封人院的达斯特医生在下午一点 在预定的场所见面 接着还有三点的塔罗聚会 我一个隐秘组织的boss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 克莱恩无声自语 在职业者休息室里躺了两个小时 补了下眠 对于昨晚获得的那些知识和事情 他并不担心遗忘 这可以用占卜的方法回忆起来 他害怕的是 自己忽略了这些知识和事情的存在 连占卜他们的想法都失去 所以 他在睡前又于脑海内将种种细节过了一遍 以加深印象 这也是克莱恩每周坚持写总结 梳理各种情况的原因 用过午餐 他掏出怀表看了一眼 戴上帽子离开黑经济安保公司 来到位于佐特兰街3号的射击俱乐部 推开大门 进入招待厅 克莱恩没有直接去属于职业者的那个靶场 而是在大厅找了位置坐下 双手将握住黑色手杖地耐心等待 他与达斯特约定的见面地点就在这家佐特兰街射击俱乐部 而他们约定的方式是写信 当克莱恩需要见面的时候 他会以患者家属的身份写信给达斯特 古德里安医生 询问一种叫做人格分裂的特殊疾病 在信里 克莱恩会用各种方式提到观众这个词汇 以此配合隐蔽位置的默点来确认自己的身份 而信里不经意写到的时间点就是见面的时间点 至于见面的场所 在他们第一次的商坛里就已经定好 如果克莱恩觉得该换个地方了 会在面坛里交代的 当达斯特 古德里安想要见面但并不急迫的时候 可以把信寄给猎犬酒馆 或者这家射击俱乐部 收信人是霍纳奇斯先生 等待克莱恩定时取走 如果他有紧急情况 那必须直接将信交给猎犬酒馆的老板莱特 而且得提上一句寻找拥兵 这样一来 作为职业者外围成员的莱特会立刻把信送到黑经济安保公司 等待了一阵 一点还差两分钟的时候 克莱恩看见气质相当斯文的达斯特走进了射击俱乐部的大厅 他戴着黑色的丝绸礼帽 穿着合身的燕尾服 手中拿着一根相应的手杖 脸上架着一副金边的框架眼镜 达斯特不引人注意地环顾了半圈 看见了微微点头的克莱恩 于是收回目光 走向前台 熟练地申请靶场 租用枪支 他已经来过这里一次 小型靶场7号 每小时3苏勒 左轮手枪租赁费用 每小时1苏勒6便是 含6发子弹 负责接待的女郎迅速弄好了这件事情 等到达斯特确认时间为1小时并交了10苏勒的费用后 他领到了左轮手枪与额外的子弹 在服务声的引领下进入相应靶场 克莱恩又等待了5分钟 才慢悠悠起身 提着手杖 来到小型靶场7号的外面 咚咚咚敲响了大门 支亚一声 房门裂开了一道缝隙 达斯特先是警惕地探头左右望了一眼 然后才让开了位置 克莱恩立刻闪身进去 反锁住大门 下午好 达斯特先生 他边说边取出10苏勒的纸币 递给了对方 我们不会让外围成员负担见面费用的 因为我可以报销 他默默补了一句 达斯特没有推辞 收下了现金 接着陈生问道 莫雷地警官 你这次找我见面是为了什么事情 惊喜